好的 是這一間 是不是有工作人員來過 你們沒關好 他在裡面啊 在裡面在裡面 嗨 這裡 嗨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韓國SM娛樂的中國級solo女歌手張麗穎 以超強的歌唱實力在韓國和大陸征服粉絲 更因此獲得中國寶兒的稱號 先前才推出第三張單曲《愛的獨白》 MV找來了XO成員套 FX宋茜 以及演員宋再琳參與演出 感到許多人的心 在這股感動的餘韻笑三之前 張麗穎接著發行第四張單曲《我一個人》 MV延續前一首歌的劇情 即將為這一段浪漫有溫習的故事劃下句點 相當看重這次初級的張麗 日前夜悄悄來到台灣宣傳喔 本來是約好等一下要做訪問嘛 我想說忍不住想要先跟你見一面啊 真的是很驚訝 我正在化妝 沒想到你就過來了 好啊今天呢我們只是來做一個簡單的突擊 對突擊什麼好呢 來看一下 這個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我的包 對這個是我的包 隨身攜帶的包包 對啊就平時覺得 我不喜歡背那個很大的包 然後背小包就會很方便 所以我就喜歡小的包包 所以你在機場都是背這種小包包 對 這是你的機場 但是有些時候會那個掉耶 對 所以你會常掉東西嗎 經常掉就是一轉身就是不知道 本來是手機放在這兒 一轉身就不知道手機跑哪去 真的啊 對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竟然做一個出擊 總是要有一點收穫才行 可以檢查一下你的包包嗎 可以 真的嗎 很可以啊 你可以看著 你的包包是那種很整齊還是很亂的 有點亂 不會啊 你看起來亂嗎 喔 這個喔 一開始就看到了 這一定是你的護照 對對對護照 喔 哈哈 不要看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的那個外國人登陸證 喔 黑白大頭照耶 對別看了不好看 不會還蠻可愛的 對 還有嗎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這個 防曬霜 喔 你就是隨時要防曬就對了 對 喔基本上每天只要一出門之前都要防曬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的皮膚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最不喜歡就是臉上長很多的小黑點啊 就是黑斑這樣的所以呢每天都會防曬 這樣的話有助於這個 呃 美白而且不長斑 嗯 真的 哎呦 哈哈哈哈 這什麼 是粉餅吧 不是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這樣掉出來 對 就吃了一半 今天早上有點餓肚子了 啊 你早上怎麼吃這樣啊 沒有 今天早上五點都要吃完了 所以就買了個巧克力來吃 但你這巧克力怎麼跟裡面的其他東西 有辦法啊 你這辦法啊 你這辦法耶 因為我比較隨性 哈哈哈哈 隨性了再看乾淨了 啊 莉莉娜你也隨性過頭了啦 怎麼吃的也沒包好就放進包包裡 小心晚上會被螞蟻捲走哦 但咱們的莉莉有點小迷糊 包包也小巧簡便 看起來挺不知小姐弟 不過認識她的朋友就知道 她的養生之道可是很有研究的 對作息和飲食方面一點都不馬虎 我也替注重健康 又剛經歷周生勞斷的莉莉 大好人特地帶了養生飲品來探班 到底病會不會喜歡呢 你知道在台灣呢 有一種東西呢 是非常養生 而且呢 很多的人啊 就常常會喝一股瓜汁 這個是很養生的 這個是很新鮮的 剛剛我們才買到的 哇 那我一口喝完了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不是很苦啊 啊 就完全沒有加糖了 啊 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 嗯 嗯 好喝 好喝啊 有一點點的苦 對對對 對 因為其實在台灣我們 有時候很熱啊 或者我們也會喝這個就是醬頭 然後就是讓自己的身體 更健康這樣 苦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對身體來說 是非常健康的 哦真的 對 那再來一杯苦茶 哈哈 你這麼愛吃苦的話 對 心也很苦啊 哈哈 不會啊 唱歌比較苦一點 顏色蠻甜的 等一下我那個唱現場的時候 把這個喝完 對 心情就會很悲傷了 對 如果你喝完這個太苦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掉下來的巧克力 哈哈哈哈 哈哈 沒錯 就像大好人說的 張麗雖然老唱苦情歌曲 但是她本人可是相當活潑可愛 看完了她舒嬅時不設防的模樣 想必各位觀眾也有同感吧 接下來就讓我們正式訪問 準備完全的張麗咯 好 所以我愛合唱 接下來就讓我們正式歡迎張麗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對 喝苦瓜是很有精神哦 對啊 感覺提升了很多 真的哦 喝了苦瓜之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功效 就是以後唱那種苦得要死的歌的話呢 你只要一聯想到苦瓜 你馬上就有感覺 好要不然我唱一句 就來唱一下新歌 我一個人吧 掌聲鼓勵 那個苦瓜都在哪兒 我就喝一杯 啊 燃燒的隨風吹一散追逐 乘身一眼飛舞 呼喚著你的腳步 哎呦好苦啊 真的嗎 上次呢我們在韓國有聊到這個愛的獨白 嗯 在那首歌裡面呢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有做了一些演唱的部分 然後在MV呢 當然就是交給別人來演出啦 對不對 對對對 那演出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呢 有這個大家非常喜歡 像這個 宋倩啊 濤啊 然後宋載鈴啊 都有參與演出 結果這一次我一個人 哎 等於是後續曲耶 哎是對 嗯 連在一起 對對對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在這裡面 你覺得他們的演技怎麼樣 棒死了 哦 哦 首先呢我覺得非常感謝他們能夠出演我的MV 特別是就是宋倩吧 哦 他在這個MV裡面演的是兩個角色 是是是 一個是就是母親 還有一個是這個 濤非常深愛的這個女孩 嗯 然後呢我覺得一個演員可以做到就是 把兩個角色都演得很像 對 就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對對對 是一個很大的跨越 嗯 那我覺得濤呢 是一個非常有這個天賦的演員 嗯 因為之前呢他是這個EXO的成員嘛 然後給大家的形象都是特別陽光 是是對 沒錯 大暖男的這種形象 哦 但是呢當他演完這個戲以後 就是 呃發現他有很多這個內心深處的這種 東西藏在心裡面 嗯 因為這部戲不是用話語來表達出來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沒有話的這個 沒有話語的這個 的戲劇 的戲劇會更難 對 然後他們為你 就是不只是在那一首歌 就接下來的後續曲 我一個人 其實都一直做了一個這樣的合作 我覺得真的也 也讓你的這個MV 真的讓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好感動哦 對啊 可以感動到你嗎 會不會不會 而且我們也在節目中掰 啊 播了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呢 我們也在節目中呢 播了那個他們 他們在拍那MV的時候 不是有一些花絮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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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都播了 你有掰開 掰開那首歌的內幕 好的 對 要大家看到真實的呈現 好的 好 我知道你的那個 比方說 發表會 發佈會的時候 對 其實Nexo的那個Chen也有趣味的站台 嗯 感覺上你好像跟他們的這個交情都不錯 嗯 哦對 跟他們都是同公司的 然後平時 有時間的時候 也跟他們一起出來聚一聚啊 嗯 喝喝咖啡 然後聊聊最近的這個情況 哦真的啊 不過我呢 就是 在這一次啊 其實蠻驚訝的 因為我也聽到你有唱那些年 哦 真的有唱那些年 對 為什麼會特別想唱這首歌 哦 首先呢我特別喜歡那個電影 那幾年追過的那個女孩 對對對 然後呢 當時聽這個 呃 呃 一下唱的這首歌的時候 一下子就被感動了 對 那個歌曲特別好聽 嗯 而且他的歌詞寫得特別的有這個意見 嗯 就是 呃 每個人都有一段初戀嘛 是 但是 呃初戀總是不能非常完美 嗯 所以呢 呃 就是等到這個失去了以後 大家才知道珍惜 我覺得就完了 所以能夠唱到自己喜歡的歌 而且放到自己的專輯裡面 真的是蠻開心的事情 是 對啊 很開心 對啊 這一次呢 這個來到台灣做宣傳呢 當然啦 是除了你的作品之外 你會不會期待未來有一個比較正式屬於個人的演出這樣 是演唱會 對啊 對啊 呃 因為前段時間不是在北京舉行的這個首唱會嗎 然後呢 覺得好開心的 有很多的這個朋友來助政 對 那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夠在舞台上又跳又唱 然後有自己的演唱會 對 而且可以在台北 好 好不好 好的 對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 可以 一定要你聽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這個描述有時候很多韓國歌手來 但是我覺得跟歌迷之間 畢竟透過韓語還是有一點點的 語言長的距離 但是你看張麗完全沒有這問題啊 而且你也一定聽了很多的國語歌啊 有很多的歌 對 對 很有共鳴感的 好的 那你幫我多找一下演唱會好不好 是 演唱會的苦瓜子 就由我來負責贊助 好 謝謝 那我們期待呢 張麗有機會呢 可以在台北辦演唱會 那這個最後呢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我們所有的觀眾來說呢 那我希望 我一個人這首歌呢 能夠打動大家 那今後呢 我也會做更多好聽的歌曲 而且呢 也是會有更多不同的麗影展現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期待一下 好 我們會期待 然後持續給你的作品做更多的報導 對啊 如果你有些什麼特別的這個 畫面跟鏡頭 不要忘了交給我們節目來為你播出 嗯 好的 發開 對對對 認識張麗 更多的人是她 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訪問你啊 謝謝謝謝 希望你有喜歡這一次 短暫的台灣行 然後未來有機會在這禮拜演唱會 加油 馬上想辦法幫你弄到 謝謝 謝謝張麗 謝謝謝謝 謝謝